所以三高问题 其实都还是要留意一下 没错 还要看我们的心脏 健不健康 中医认为是从我们的面向 看得出来的 郭医师 一确我们小时候常听到长辈说 人呆看面就知道 人呆看行动 其实很多人都会说 为什么我进来看医生 三五秒就被医师请出去了 那为什么医师这么神 我们常说望而知之未知神 主要是因为我们脸上 有太多的这种蛛丝马 即可让医师发生 他里面的这种问题所在 他们常说脸上三条线 看你额纹 知道你的心脏好不好 看你的眉心终点 看你的身体好不好 看你的耳垂 有没有折痕 知道你的心脏好不好 所以其实我们的额纹 也可以知道一个人心脏好不好 像我们在欧洲的 这样一个心脏医学院 他知道说 他把这种人分成这种额纹 有分0到3分 完全没有的是0分 额纹很深刻的称之为3分 我会发现40岁以下的人 如果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他额纹越深 他将来因为死于心血管几率的 跟没有额纹比较起来 超过10倍 那为什么我就去发现出 原来我们额头里面 是我们中心望者里面的心 跟呼吸系统 还有我们的压力 所以看有一些为什么 常常进来说 油膛到眉毛 眉头伸锁 眉头伸锁 额纹这么深 我们当然要排除一些 打完肉毒的 已经看不到额纹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认为说 如果你的额纹比较深 医师跟你说你心脏都出去 千万要注意 再来第二个地方看什么线 看我们的眉毛中间 这个印堂的线 我糟糕 我最近有 我好担心 我们说眉心中心 有一条线 两条线 三条线 称之为玄真线 双雀线 还有所谓的川智纹 那我们常说 这种一个人这种脸 可以反映他的 这种生命的真相 跟心脏好不好 那其实欧洲 他在这个 在美国 他有一个美国法医学 跟这种病理学会 他曾经看到 他们做了一个研究 3000多人的研究里面 他们选30岁到62岁中间 他们后来发现 这个眉毛出现这种 眉心这种出现皱纹的人 发现 他这种心血管几率 是比别人更高 对 那如果你可以 慢慢的调节你的饮食 调节你的生活习惯 慢慢的把它修成 我们在命理学上常讲的 所谓的福德文 你可以改变你这种 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比喻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耳垂 耳垂有一个耳垂折衡 就是我们医学上常讲的 这种法兰克视线 也是我们中医常讲所谓的 灌心线 从我们的耳垂 这种 这里 平肩切肌 拉一条线 对角线拉到我们耳垂的底下 你会发现 耳垂这条对角线越明显的 它心血管几率的 这种发生率越高 但它只能去说 心血管几率发生比较高 但并不是每一个 灌心病的病人 都有耳垂的切肌 所以也不要太紧张 如果真的有的话 其实我们有一些穴道 可以来安排 包括像我们常说的 买些买哪个穴位 买竹阳明胃镜的蜂龙穴 就是尾如它在我们脚 外侧 外侧这个就会叫做 我们这个蜂龙穴 它可以除痰 可以化丝 它是我们竹阳明胃镜的穴位 对 那我们内侧 右脚这个穴位叫阴陵犬 阴陵犬是我们竹太阴脾镜的穴位 它可以起到沥水 消肿 所以你看 常常你觉得肚子比较肥 下肢比较肿 意思会跟你说 那我帮你买一个穴位 你回去可以按压一个阴陵犬穴 按下这个蜂龙穴可以起到一个 力弹消肿的一个功效 所以可以从外观上看 看注意有没有所谓的耳朵的冠心钩 但想问一下柳一首 据说有些外观的表现 也可以判断你可能有高血脂的指认 对 一般来讲我们就说过多的 这些高血脂的情况之下 其实它就会容易在我们循环系统 带到了某一些血管壁上 然后我们的免疫细胞去吞噬它之后 就会产生下来 那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黄色穴 那这黄色穴在眼瞼的部分 最容易外观被表现出来 那其他在下肢的部分 也会在阿基里斯腱的部分 也有可能会看得到 在这个地方会肿胀 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黄色穴的沉淀 那另外就是我们所谓的老年环 那老年环其实在眼睛看得到 有的其实它不见得一定是高血脂 有的人他可能是年纪大 他本身外圈就会有点 这个比较黄白黄白的环 会比较明显 不过如果你是有那种早期的 家族史的这种高血脂的情况的话 你就会在很年轻的时候 可能三四十岁四五十岁 有的人就慢慢就会表现出来 对 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就会说 如果你在这些皮肤的表征上看 大家要特别的小心 所以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眼睛 或者是自己的皮肤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 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帮我们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另外很重要 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 可以按下去表达对我们的支持